宇宙印象,深度科普兰姆第627期的新视野探测器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对于未知的科伊博弹天体进行探索时,而任务团队已经为下一个太阳性边缘的飞行目标选好了十分合适的名字,新视野号飞船将抵达一个科伊博弹天体,距离最终目标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天体目前被命名为LT的所,在公众的投票中。 这个名字被任务小组选中,对2014MU69的探索将会成为历史上对于宇宙中天体最遥远的飞行,新视野探测器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抵达那,象征着由Messie和新视野团队引领的终极探索,因此任务团队很乐意,把2014MU69目标称为UltimateMessie和新视野团队,在11月早期启动了争鸣活动, 为了寻找到更补语人心的临时绰号,新视野团队也没白费心,争鸣活动最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2014MU69的探索旅程,必然相当精彩。 头条独家的宇宙影像认为,2014MU69上可能有冰封的物质,就像古神星上的亮丹一样,甚至有可能存在关于生命起源的奥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